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特地西装革履 精神抖擞而来 想在气场上斩上风 毕竟不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了 人到中年 即便是大学老师的身份 但是年龄败在那儿 听说对方小他十岁 他内心忐忑 介绍人说了 楚岳 三十五岁 人如其名 温柔 善良 贤惠 漂亮 就是命苦 他一边拿勺子 嚼着咖啡 一边暗暗打量对面的楚岳 眉头越宁越紧 他并不是一个让人惊艳的女人 五官还不错 但头发干燥 眼神闪躲 气色不好 身上的衣服也很朴素 他全程话很少 声音也小 不说话的时候都低着头 显然是不好拒绝中间人的热情 勉强应付这场约会 老杨顿时没了兴趣 但出于礼貌 他微笑着说 外面在下雨 我下午还有一个研修会 这样我先送你回去吧 咱们回头再聊 聪明人都能听出这是托词 显然他没有看上他 他以为他会失落 或者是生气 不想 他突然轻松起来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吉儿又害羞地问 不好意思 下雨了 能不能顺道去幼儿园接下我女儿呢 那一双不敢与人直视的双眸 再提到女儿的一刹那 终于有了光彩 她的脸红红地侧向一边 露出白净细长的脖子 那一刻 老杨的心跳乱了一拍 两人坐到车上 倒没了刚才的拘禁 老杨很怕现在的女人 个个张牙舞爪 直言不讳地急着要这要那 楚越这样 腼腆沉静的 他还是头一回见 他的性情有点像《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 老杨放松下来 话也多起来 他告诉他 早年前妻出国 就留在了国外 两人聚少离多 最终协议离婚 儿子在前妻哪边留学 国内就他一个人 住教室公寓 楚越一直喊小倾听 只在老杨说得特别起劲的时候 轻声地问 你教的是什么 老杨开始谈他的汉语言文学 说到激动处 冲他咧嘴一笑 我话很多是不 没办法 职业病 楚越接了女儿冬儿 转身向老杨挥手 谢谢你送我 这边离家很近 就不麻烦你了 老杨伸出头 瞅了瞅 淋着雨的母女 大手一挥 不差这点路 别领感冒了 上车吧 楚越愣着 老杨干脆下车将她和孩子推进后座 车子开到楼下 楚越也没邀请老杨上去坐会儿 他急慌慌地跟她道谢 说再见 然后拉着女儿奔进楼洞 老杨没有立刻走 他愣了愣 像在回味今天的见面 不一会儿 楚越又气喘吁吁地跑下楼 那个 你会修水管吗 我家的水管爆了 那天 老杨脱了西装 衬衫袖口挽得高高的 帮楚越换了厨房的水管 修好了厕所的拉门 冬儿 冬儿 特别乖巧地在客厅玩积木 楚越系着围裙烧菜做汤 花灯厨傻 她端上三菜一汤 摆好碗筷 末了 在老杨桌前放了一杯酒 辛苦了 我们家好久没来过客人了 老杨端着酒杯 愣了半傻 这么多年的寡淡安静 身边突然有一个女人和孩子 这种感觉有点奇妙 她忍不住开口 问了那个问题 你这么好 又有孩子 她怎么舍得离开呢 楚越夹菜的手抖了一下 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急于找纸巾擦泪 一不留神 袖口将面前的水杯打翻 她嘴里说着 没事 没事 走得太急 右脚踢到了捉腿的棱角 她缓缓蹲下身 脚趾阴红一片 老杨无心吃饭了 扶她坐到沙发上 再小心地帮她脱掉丝袜 涂点酒消毒 止血 冬儿突然冲过来 抱着楚越大哭 妈妈 你怎么流血了 妈妈 你不能死 你死了我怎么办呀 孩子的恐惧与天真让楚越仰着头 不让眼泪流下来 老杨温情地拍拍她的肩 说道 丫头 想哭就哭吧 她向被人抽掉了脊椎 整个人倒进沙发 抱着孩子默默流泪 老杨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衣物 关上门 走出楼洞 还朝她家窗户瞅了一眼 这个女人怎么那么让人心疼呢 介绍人当时说的口干舌燥 楚越和她男人在小区门前开了个洗车行 生意好得很 男人脑子活 她就在车行里管管账 那曾想 男人钱一多 心就野了 和店里的女店员跑上了 那女孩才二十岁 她家男人只是想玩玩 哪想到女孩认真了 还替她生了个儿子 楚越这才不得不离婚 介绍人又说 楚越虽然离婚了 目前还在车行管账 甚至还得和小三同在一桌吃饭 没办法 她需要钱养孩子 换别的工作怕挣不到钱 老杨掏出手机 给楚越发了条微信 不管我俩成不成 离开她吧 放过她也是放过你自己 工作我帮你找 楚越因为淋的雨 受伤的脚趾又发了炎 半夜就发了烧 等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才发现浑身无力 全身发烫 她只好给前夫莫铭打了电话 让她来送冬儿上学 莫铭有家里的钥匙 开了门直奔卧室 手上拎着一袋早点 她手脚麻利的帮冬儿穿好衣服 洗漱过后 让她乖乖的坐在桌前吃早餐 她摸摸楚越的额头说 去诊所看看吧 你这样我心疼 楚越摇头 感觉头都快炸开了 全身使不上一点的劲 她看着莫铭 眼里涌上泪水 她终究是舍不得离开她的 她曾经是世界上 对她最好的人 谈恋爱的那会儿 有次她差点被车撞了 使她不顾一切的推开她 自己被撞断了胳膊 大半年才好 莫铭抽了会烟 看楚越呛得直咳嗽 忙把烟掐灭 开窗换气 楚越 你还恨我吗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我好像一切都是一场噩梦 梦醒了还能睡在这张床上 还能抱着你和冬儿 楚越听到这句脸都白了 伸出手指抖得控制不住 不要再用这种话恶心我了 莫铭就是莫铭 总那么会哄她 曾经她以为自己捡到一件珍宝 这个男人又聪明又多情 可后来才明白 男人不只对她多情 也对别的女人多情 莫铭将楚越颤抖的双手 摁在胸前 声音嘶哑 我用我的生命向你保证 我开始真的只是玩玩 我没想离开你和冬儿 现在的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啪 楚越抽出右手 狠狠地甩了莫铭一巴掌 忍了这么久 我还是大了 她身心俱疲 伤感到流不出一滴眼泪 早干嘛去了 你已经让冬儿没了爸爸 还想让你的儿子也没了爸爸吗 莫铭待在原地 脸色发白 冬儿背着书包走进来 爸爸 我上学要迟到了 莫铭牵着冬儿的手 刚打开门 大门突然被用力地撞开 小叶抱着儿子怒冲冲地闯了进来 安静数秒过后的现场 可谓狼藉一片 小叶将两个月大的儿子往沙发上一放 下一秒 双手抓住楚越的头发狠命往外拖 莫铭一手护住楚越 一手推丧小叶 冬儿则拿脚踢小叶 边踢边哭 不要打我妈妈坏女人 小叶手没闲着 嘴也不闲 我坏女人 问你妈去 一大把年纪了 破坏我的家庭 周围邻居听到动静 赶紧过来拉架 小叶干脆往地上一躺撒泼 我好好的日子 被这个老女人破坏了 可怜我那两个月的儿子呀 邻居们 扶楚越回床上躺下 没人理地上的小叶 莫铭从沙发上抱起下的好哭的儿子 一巴掌 一巴掌重重甩到了小叶脸上 嘴里骂着 你这个疯女人 邻居故意过来拉 嘴里冷嘲热讽 哟 和莫铭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 她可是从来不舍得打楚越的 这一挑拨不得了 小叶向头狮子拼命地撞向莫铭 莫铭一把把她甩到地上 两人撕扯成了一团 那天的闹剧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客厅被小叶砸得稀烂 楚越带着冬儿一件件慢慢收拾 混沌的场面使她的心又痛又麻 一周后 楚越休息好 又去车行上班 一切还算正常 莫铭把上周的账目交给她 顺便递给她一张银行卡 这是给你和孩子的生活费 不要省 我能挣 她刚将卡放进皮包 小叶抱着孩子就来了 小叶现在防她 胜过当初她防小叶 她觉得世事轮回 偷走的东西终究要还 小叶的日子并不好过 小叶坐到楚越身边 冷笑一声 你和莫铭都离婚了 凭什么还赖在这里呢 楚越故意记她 你抢我老公 连我的工作也要剥夺吗 是她自己说要养我和孩子的 更何况 这车行的账你也不会 小叶怒火中烧 她说养就养吗 莫铭又不是富豪 她能养得起两个家吗 楚越也火了 我们俩谁是第三者 你比我清楚 当初 当初 如果不是你拿刀扎自己 以死相逼 她绝对不会要你 小叶腾的站起来 你瞎说 她那么爱你 为什么还会离婚呢 楚越也不示弱 她是怕闹出人命才离婚的 想想 你儿子都有了 她为什么还不和你领证呢 小叶愣了愣 气呼呼的走了 那天 小叶在画头上没讨到好 心里有气没处仨 中午饭做得特别糟糕 饭半生 菜又糊 莫铭不吃 打电话叫了外卖 店员和小叶在大圆桌边吃饭 莫铭却挤到楚越身边 将她碗里的辣椒挑走 你生病刚好不能吃辣的 小叶的泪大颗大颗的砸进碗里 这种委屈一直要持续到傍晚 店员都下班了 莫铭在屋外接电话 楚越锁好抽屉准备回家 就瞅见小叶抱着孩子 坐在车行的杂货间 有了孩子的小叶已经懒得收拾自己 米白的圆岭山一半奶子一半汉子 整张脸又黄又干 因为刚生产完 肚子还很大 一坐下肚子上的肉就挤出牛仔裤 当初的小叶很年轻 脸色红润 细腰疯 走到哪里都能吸引目光 楚越看到现在的小叶 有种吐死胡碑的难过 当初她答应莫名 继续留在车行 一半为了生计 一半是为了报复 她就想看看 她们得逞了 又能逞多久呢 婚姻褪去激情 总会陷进平庸的生活里 更何况她们的婚姻 是踩在她感情的尸骸之上的 如今她出了那口恶气 可得到幸福了吗 并没有 为一个不值得的男人 为一段拎不清的感情 两个女人糟蹋着自己的青春和时光 值吗 那天回家 楚越在镜前站了很久 自从离婚 她就没有好好照过镜子 一晃近两年了 镜子落了一层灰 家里也很久没有好好地收拾过了 她活着是为了缅怀 还是为了接受惩罚呢 而当初那个攀山学步的孩子 也已经拎着书包上幼儿园了 天真可爱的她 居然要帮着妈妈应付突然闯入的女人 生活成了一团乱麻 她为何还要继续呢 她突然想起老杨说的 离开她吧 放过她也是放过自己 她叫过孩子问 冬儿 我们搬家好不好呢 孩子天真的问 新家有爸爸吗 楚越说 爸爸和妈妈分开了 但我们都很爱你 妈妈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冬儿细细地胳膊圈上楚越的脖子 清清她的脸说 没事的 我爱你妈妈 楚越无声的泪流了下来 窗外是漫天星空 沉寂伤痛了两年 她的新生活早就该开始了 一个月后的清晨 当老杨在学院的白花树下 再见到楚越时 她推推鼻梁上的眼镜 困惑不已地问 这位女士 我们在哪里见过吗 楚越捂住嘴笑 当然了 你还答应帮我找工作的 也不怪老杨认不出了 楚越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 搭肩头靴 化了妆 头发烫成波浪式 整个人又精神又雅致 和之前的她天壤之别 老杨一脸惊艳 也十分替楚越高兴 后来她介绍楚越 在学院图书馆当了临时管理员 祝福她 没事多看书 书能给人信仰 楚越爱极了这份工作 每天送完孩子 早早地过来打扫 看着那些年轻有学问的学生来借书 就后悔自己书读得少 休息日 她还带冬儿过来一起看书 看得如醉如痴 就像一块干海绵 遇到一窝水 拼命吸进自己的身体 老杨有时候也来借书 她不叫她名字 总是叫她丫头 两人不说太多话 只是默契地笑 周末的时候 老杨会开车 带楚越和冬儿去爬山或者野餐 冬儿也越来越喜欢这位大伯 是的 妈妈让她叫老杨大伯 因为她不像叔叔那样年轻 又不像爷爷那样老 莫名一直没有找到楚越和冬儿 小叶也在奋发图强 她愣是把账目学会了 管莫名也管得越发严 她渐渐困在了琐碎的生活里 抽不出身来 后来是从朋友那里 听说了楚越的消息 朋友说 昨天我在万岳城 看见她和一个男人在喝咖啡 听我老婆说 那男的是经济学院的老师呢 你还别说 我觉得他俩挺般配的 莫名在楚越面前 一直想个孩子 她一次又一次的犯错 她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原谅 她从来没想过 会永远失去他 哪怕两人离了婚 她还是坚信她俩离不开彼此 她拼命挣钱 企图将两个家都照顾好 却不想她提前退出 带着孩子彻底离开了 莫名其不过 莫名其不过 找到楚越的新地址 摩拳擦掌的 想要去找她算账 可当她亲眼目睹 楚越从老杨的车里下来 气场一下子蔫了 楚越和老杨站在一起的时候 是她从未见过的温柔与宁静 她的笑容已经足够说明 她现在生活的好 老杨身上的儒雅博学 和自己身上的粗臂无礼 对比十分明显 莫名终于意识到 她真的没有机会了 她彻底失去她了 其实她早就失去她了 只是她的犹豫与不舍 使她的背叛获得了缓释 那天她怀着满腔酸涩 在梧桐树下待了凉酒 抽烟抽到嘴发麻 直到小叶打来电话 说孩子不舒服 让她买点药回来 她才从梦境里传回现实 该醒了 她有家有妻有子 孩子生病了 她得去买药 今天的一切 昨天的措施 都是她一手造成的 怨不得谁 她付了一个女人 还要再付另外一个女人吗 莫名采吸了一滴眼头 回家了 一个月后 小叶真诚且羡慕地 发了一条信息给楚岳 我们领证了 也恭喜你找到这么好的夏家 楚岳回道 祝你们幸福 第二年 楚岳和老杨举行了婚礼 冬儿当花童 胖胖的小手捧着一束鲜花 站在妈妈身后 老杨搂住楚岳的腰 对她说 丫头 没人说的不对 你的命一点不苦 你前面受的所有的苦 都是上帝 为了我们后面的幸福 对你的考验 楚岳擒着眼泪笑了 她帮他们整理了歪的领结 在酒店门口等待宾客到来 时值夏末 暑气未消 那天的晚霞极美 说着恭喜的人们 于观而入 门外的大红喜字和玫瑰百花 映着新人的脸 那么美丽 那么幸福 多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